脑CT概化点有什么危害 竹文医生 科药专家 叶小华 西安市洪汇医院 功能神经外科 主人医师 脑CT概化点我们应该要分清是一个正常的概化点 还是一个异常的概化点 首先说正常的概化点 你比如说我们出现这种肌理节的概化 以及脉络葱的概化 以及松果体的概化 往往可能是一个正常的概化点 那病人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 我们正常生活是不受影响的 但是有一些异常的概化点 我们应当及时的重视 你比如说我们的额叶 或我们的功能区出现了概化点 正常的情况下 这地方是不会出现概化点的 那么往往一些疾病 你比如说有些肿瘤 它生长的比较缓慢 慢慢的可能会出现概化 还有一些疾病 你比如说我们降概素 降概素分泌过少 那么它容易出现这种 概质沉积在脑子的一些表现 还有一些就是 我们的一些寄生虫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 比如说结核等等这些 在脑子内也会形成 异常的这种概化点 那么正常的概化点 你不用担心 但是异常的概化点 它会导致一系列的症状 比如说病人可能会出现头痛 也可能会出现这种癫痫 那么这种癫痫呢 那应当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 如果可以通过手术呀 等的方式将这些概化点去掉 可以除去这种癫痫的方法 那也是可以采取的 但是如果这个概化点 比较小的话 那么如果你非常难切除 切除掉以后呢 也不一定能减轻它的这个症状 那么这时候呢 就应当通过药物的治疗 那么如果是个肿瘤引起的概化 那么应当及时的切除肿瘤 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 我们对概化点异常的这种风险